近半个月以来,台湾西半部海域及安边,陆陆续续捞火浮尸,男女一体皆有,共计多达16具。由于数量相当庞大,且时间相当集中,外界怀疑有无可能是人社集团贩运丢包。 对此,法务部长蔡清祥指出已立即要求抬高检署督导各地的检署,尽速启动防治人口贩运督导小组。若案件与国际人社集团有关联,也会要求国际执法单位共同来合作。 蔡清祥说明,法务部知道相关讯息后,立即要求抬高检署督导各地的检署,尽速相验,尽快启动防治人口贩运督导小组。 邀请各相关单位了解事实状况,进一步侦查。 蔡清祥表示,如果有涉及人口贩运事实,应紧速启动侦办,若跟国际人社集团有关,也会要求国际执法单位共同来合作,尽速查办相关事实。 另外,蔡清祥说明,会收集所有各地检署相验后的资料来判断,如果真的人社集团有关的话,一定要严加来办理。 至于外界推测是偷渡行为导致,蔡清祥表示,高检署会收集各地检署相验后的资料后,会整后在邀及各机关来研商,将紧速侦办。 而法务部也强调,排高检署防治人口贩运督导小组将召集相关地检署、海巡署、情事警察局、基本部法医研究所等机关共同开会研商,紧速查明事实真相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